小猪正在疯狂殴打这只圣伯纳犬 面对将近一米高的大狗 它看上去毫不畏惧 对着狗子不停地猪突猛进 要不是路过的边墓上前制服了它 恐怕圣伯纳都要被打哭了 像这样的小猪 主人家一共有仨 它们每天仗着受宠 在家里胡作非为 好在这个家还有一只懂事的边墓 次次都能第一时间抓它们的现行 这天三只小猪趁着家里没人 排成一对敲咪咪地钻进了主人房间里 当场开启了美食party 不仅只起身子扶着桌偷吃蛋糕 还把水果也全都炫进了嘴里 吃得兴起还直接站在了桌子上 正在这时 一只边墓忽然走进来 三只小猪和它视线对上的那一刻 便全都心虚地缩在了墙角 只见狗狗靠近后 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作案现场 紧接着立马转身下楼 去通知正在院子里干活的两位主人回家 见到边墓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中间 两人很快就意识到是家里出事了 于是赶紧跟在小狗后面跑起来 一路回到了房间 看到现场的一片狼藉 两位主人是气都不打一处来 愤怒地指责三只小猪有多混账 面对他们的指责 小猪们选择脚底抹油 立刻开溜 见主人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直在旁边坐镇的编幕此时走了上去 仅仅只用一个眼神 就让小猪们自觉跟上了他的步伐 乖乖被他一路带出了房子 然而狗狗虽然能管住他们一时 却控制不了三只小猪想要为非作歹的心 等来到院子里以后 他们仨又盯上了角落里的垃圾场 对于身为杂食动物的他们来说 垃圾堆就好像是开在路边的大排档 越是对身体不健康 吃起来就越香 注意到他们正对着垃圾大块躲移 编幕的眼神瞬间犀利起来 又一次光速出警 亲自用嘴去将废纸夺下来 随后抬手就是两爪 把小猪崽们赶跑 再去找主人来做善后工作 见到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垃圾 主人心想小猪们可能真是饿了 于是取出了满满一瓢宠物粮送到他们嘴边 希望他们吃饱后就别再捣乱了 顺便给家里的另外两只狗狗 一只圣伯纳和一只拉布拉多也倒上食物 让家里的小动物们一起用餐 没想到三只猪很快吃完了自己那份 又把目光盯上了狗狗们的饭碗 摆明了打算抢狗粮 狗狗急得一边大骂他们欺狗太甚 一边抓紧把食物往怀里藏 可架不住几个小家伙脸皮后 根本不在乎他什么态度 这可把盛伯纳气得够强 没忍住抬手扒拉了一下 为首的小猪在这片地界横行霸道 除了边目他谁都没怕过 哪能忍得了狗子这一巴掌 于是他冲上去对着狗狗就是一口 哪怕跳起来只能打到对方膝盖 他也毫不退缩 一个劲地往狗子身上扑去 最后直接使出一击被摔 把圣伯纳摁到地上 成功T.O.K.O. 好不容易挣扎起来 狗子还不死心 但他这次放弃了正面硬钢 选择用自己的大长腿摁住面前的小猪 但没想到这个动作反倒刺激了对方 导致小家伙越发不依不饶 好在正义的边目又一次及时赶到 压在小猪身上控制住他 接着上前两步直接将闹事猪逼到了墙角 在他后脖梗上咬了两口作为惩罚 在这过程中 小猪一点都没有反抗 和刚才不服就干的小霸王 完全就是两个样 在这场斗鸥平息后 狗狗便趴在小猪们身边守着 以防他们下次挑事 主人本以为今天就会这么安稳度过 结果三个猪崽子又趁着边目睡着的空荡 偷溜出了院子 屁颠颠地来到路旁的水果大棚 把主意打到了邻居家的橘子上 此时边目在家中没见到他们三个 冥冥之中就觉得不妙 赶紧一个箭步冲出门外 可没过一会儿 狗子又顺着大路独自跑回了家 当到家就钻进狗窝后面 像是想把自己藏起来似的 等主人接到邻居的通知 让他赶紧去果园把他们家小猪带走 这才知道小家伙们又跑出来捣乱了 为了不给邻居添麻烦 主人只好先将这群惹祸精赶回家 可他环顾一圈 却发现平时帮忙的边目不见了踪影 没办法他只能独自将小猪赶回家 紧接着就在狗窝旁 发现了边目鬼鬼祟祟的身影 面对主人的疑问 小狗却一下子便开了目光 主人顿时察觉到一丝不对 赶忙抓住狗嘴凑上去 左边闻一下右边闻一下 仔细确认味道 发现他居然满嘴都是橘子味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 主人跟节目组要了录像 没想到居然发现 在他赶来之前 狗狗就已经找到小猪们的所在了 但他这次却没有像从前一样 跑回去举报给主人 原来正是因为他也偷吃了橘子 才没好意思 把这次小猪们做错的事上报 甚至还趁邻居大爷不注意 偷偷从门缝溜走了 甚至还趁邻居大爷不注意 偷偷从门缝溜走了 男主人万万没有想到 平时看上去正义凛然的边目警长 居然会和地头猪们同流合污 为了一口橘子 就成为了他们这只恶势力的保护伞 选择对小猪们的行为知情不报 得知真相的他非常生气 专门准备了一间牢房 在里面布置好小猪们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 并表示从今以后 将限制三只小猪的自由 让他们只在围栏里活动 再也不能外出捣乱 至于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的边目 既然他这么喜欢与恶势力为伍 主人干脆把他们关在一起 和小猪们同吃同住 一起穿上统一的劳改服装 在这里接受思想改造 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才能重新回到主人的怀抱 这三只小猪虽然长相可爱 却整天横行霸道 而家里的两只大狗 拉布拉多全程都在看热闹不说 圣伯纳更是狗大能耐小 甚至被一只小猪给擒拿了 只可惜边木认真管家这么多年 居然全都毁在了一片橘子上 这下主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真是一嘴缠成千古恨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